中国是一个体育大国 综合体育水平一直都是世界前列 乒乓球的实力自然不用多说了 对于同属于小球运动的台球来说 中国的台球运动虽然不普及 但是成绩在国际上也是不错的 提起台球女选手潘晓婷 大家肯定都不会陌生 潘晓婷拿过很多的奖 在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从大家对她的称呼 就可以看出她的实力了 她被称为九球天后 一般人可得不到这样的称号 大家之所以熟悉潘晓婷 除了她拥有超凡的球技外 就是她的颜值和身材都是相当出众 潘晓婷冷面的外表散发一股欲解气质 在多次前往电视台参加综艺节目之后 如今的潘晓婷可以说是一位大众女神了 人气丝毫不输一线女明星 成为了当代女星的代表 作为一名公众人物 虽然潘晓婷今年都40岁了 但是她的心态非常年轻 经常会在社交媒体上筛出照片 和网友们一起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 这样一个接近完美的女人 到现在都没有结婚 实在是让人想不明白 以前由于忙于事业 没有多余的时间谈恋爱 但这几年的她 已经有足够的时间享受爱情了 但她却依然没有任何动静 那么为什么潘晓婷一直不结婚呢 其实是有原因的 潘晓婷对此也做出过回答 她表示如果要结婚的话 一定要找一个能陪她一生的男人 而且那个男人要适合她 知道这个原因后 终于能理解为什么潘晓婷一直不结婚了 她对感情是谨慎的 一定要找到对的那个人才行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宁缺无滥 其实有这个想法也很正常 毕竟婚姻是一件人生大事 本来就应该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这是一个很正确的想法 或许也正是潘晓婷坚持自己的主见 才导致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吧 不知道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 欢迎一起讨论交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